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秘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意识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呢? 它究竟藏在大脑的哪里? 对于意识,大家有太多的谜团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你所研究的意识问题正是意识让你去做的 很多人都认为呢,意识其实就是建立在人脑大量的神经元之上的 可是这两者的关系真的如此简单吗? 我们来做一个推演 如果将你的大脑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中 请问,移植后的人的意识是你还是别人呢? 这个问题不能回答,移植后的意识还是原来的你 只是呢,你已经换了一副躯壳 但是我们再继续推演一下 如果将你的一半大脑移植到另一个没有大脑的人的头部之中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你还是别人呢? 也就是说,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人拥有了你原先的一半大脑 另一个人拥有了你另一半的大脑 那么,这两个人的意识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 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完全不同的人呢? 在这里啊,有些人就会问了 说切掉了一半的大脑 另一半的大脑还能活下去吗? 诶,这个在医学史上还真可以 有一些病例表明,半脑人是可以存在的 曾有医生就把有问题的一半大脑切除 只剩下一半大脑 而且半脑人不但能考入大学 而且还顺利毕业 现在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因此呢,现在这个推演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如果你的两半大脑存在于不同的躯壳中 它们会有相同的思想和意识吗? 如果它们不是同一个人 那是意味着意识已经被分割成了两个了吗? 这些问题真的让人奇思极恐啊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 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 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